下午的Section 大家从早上到现在听了很多AI 根据我的同事跟我说 大概每一场都提到AI的Pipe Night 我想为了避免大家再继续下午打瞌睡 我今天会讲一些针对我们的产品 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跟各位介绍一下 一页法物交代要秀一下这一页 再过来这一页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科普一下西元前753年 这个叫罗马的古罗马竞技场 那AI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个呢 大家可以想到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为什么待会我们会讲一下 那它跟AI什么关系 到了2024年 经过多年从半导体 二极体半导体一路发展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变革 那今年可以说是AI 股票的爆炸元年 大家可以看到NVIDIA 股票的股票一路飙升 Ballcom股票一路飙升 所以今天所有大家谈的都是AI 那AI跟刚刚的古罗马竞技场有什么不一样 它像古罗马竞技场我们可以不用考虑耗电 它建的时候那时候不需要电灯 那它也没有场地的限制 不需要高容量 那你要多高它就有多高 没有这些限制 那到了AI 它的这个考虑的更多了 那我们提一下 在汇容我们的里面整个AI的server的building block 我们最重要的它的underneath 它的背后 它处理的是什么呢 就是data 那数据是我们在处理的重要的项目 存储里面的需求是什么 对AI的应变是什么 会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刚忘了介绍我自己 我是惠容Alex周 刚因为不见 去了一下洗手间回来忘了介绍 那我是负责这个企业 负责的控制器的BU 我们的产品 那刚提到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那我想惠容在这个产业里面 我们超过20年 在client端我们的市占率大概30% 已经ship超过100亿的控制芯片 那我们也跟全球所有的闪存的原厂 有非常多的产品合作关系 那我们的理念是只要你有好的产品 我们可以enable这个市场 我们提供的就是好的服务 最好的support 那当然的产品的创新怎么样解决问题 是我们的专长 这里面列一下 这样仔细看 几乎所有的大厂 我们都是合作的伙伴 那这些积累让我们在企业这一块 有一个很好的累积 可以来做一个好的产品 那这一页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 右上角我们叫hyperscaler 有8个厂商 美国4个 我们国内4个 他们占了现在在AI的75%的数据 所有的SSD你的Data的PKB 全部跑到里面去了 那我也讲一下 如果你仔细看左边第二行 有我们的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粘通 在右边一点看到很多的银行 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待会会讲一下趋势是会由云到端 那AI的应用 我们看一下这页 左下角一个图表 2019到2029年 整个server的数量的增加是有限的 但是大家看左下角 整个AI从2019年的4% 到了2029年的33% 那这个变革有什么重要性呢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它AI对整个存储的容量的需求 大概会增长2到4倍 那刚刚讲到云 那为什么对大家 我们今天很多友商 大家都努力在SSD这一块做一些创新 那对我们最好的机会是 从云到端 未来所谓的AI的edge server 这一块会由 我待会会还是会讲到PipeNet 那在最后一集所谓的Inference 推理这一块 即将有很多的企业 银行各种不同的service provider 会把AI这一块 为了自己的security data的安全性 会放到终端来 这是我们的机会 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看到HyperScale之外 它的机会是多元化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差异化 可以提供各种不同的应用 那AI数据有大家讲很多 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翻太多中文了 待会讲得很敲口 如果听不太懂 抱歉了 这个是英文翻中文 那基本上中文稍微标注在上面 那刚刚大家都讲了这几个 这个PipeNet 那我们这边给您一些 Detail的数据 大家看到左边那个图表 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 在存储里面不外敷 读写 还加上是询细的还是随机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PipeNet 各写出我哪些地方最左边 像我在这个数据摄取的时候 我需要循序的来写 把Data写进来我需要的地方 那再跳到Training Training大概是最难搞 他对数据的读写 RAM等随机会有非常大的存取量 那这个表示说我的SSD 我能够把我的Promus提升上去 对整个AI的应用会有很大的提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我们的友商 都在这一块努力 那这里面我也就大家看一下 如果有拍照可以仔细再读一下 那我们提到在整个AI的系统中 这四个是最大的重点 刚提到罗马帝国 不需要take care高容量或是功耗 那除此之外 数据效率数据安全 这四个总和在一起 是AI的四个大的区块 那我跳过这一页也是PipeNet 那汇荣我们公司对这一块我们的看法 跟我们的Differentiation是什么 这边做一个很快的介绍 汇荣的AI我们是全面性的 Client端 Automotive 这个PC PC也是在AI化 手机我们都有自己的策略 跟我们的研发在开发中 那在系统 在企业网这边更是我们主要的 刚有提到 那先介绍我们这个叫Mont Titan平台 我们有这个IC 我们有参考设计 那最主要我们的固件 那固件里面 大家提到很多的FDP GNS 我们做得很完整 也提供各个不同的Hyper Scaler 在做测试验证 那汇荣多年累积 最闪存的管理固态的优势 再加上左边 我们刚提到这些Rewrite多元化 那是我们的专长 我们提供 我们现在开始在推广 希望把我们的优势 带给我们的系统厂的 芯片叫做SM8366 那Gen5 在双端口等等等 Security是主要所有的功能 我们都是Cover的很齐全 那Again 惠荣在QLC 我们刚提到很多人提到QLC 大容量 那没错 QLC就是大容量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惠荣在PC 在这个 Enterprise 这个企业级这边都是最早 Focus投入的PC 我们是第一个推出 Enterprise 我们也在送样QLC 也有跟欧美客户有很大 很好的合作中 多元化 这个我跳过好了 FDP 这不能跳过 再提一下 我们刚讲的四个主要的解决方案 那高容量里面 除了QLC 那里面你怎么达到QLC 可以解决所有的性能问题 FDP GNS是其中一项 但是我们产品里面 有一个已经拿到 Pattern的Function叫Performer Shaping 这个写在上面 这几个结合在一起有什么效果 很快介绍一下 高容量 我们除了刚刚讲到两项之外 我们内部有一个第八代的Land Extender 也是结合我们多年 这个ECG纠正错误等等的技术 演进 那这个是不但是这个效率的提升 投入的提升 总和在一起 所有的东西解决之后 才能够达到高容量的这个可能性 那提到数据效率 刚提到 刚是那个高容量 那数据效率这边 提到的FDP PGNS 那这是我们 待会会有一个数据表 你可以看到没有采用FDP跟采用FDP 对写入的效率 那个Endurance 还有这个可以使用的容量的提升 不在话下 那我们有做了一些这个 我们自己的FDP的Implementation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是这个Ride Amplifier 可以说我们加入之后 达到就是1 这个数据 没有加入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FDP 而且数据很高 Thruput也会很大的提升 这个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刚刚讲到Performer Shaping 这个我要特别强调一下 这个对数据的效率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引擎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有两个Barket 两个水桶 这个水桶的水的容量可以由你 我们里面有256个不同的 这种Dual Bucket的控制器 每一个水的容量 还有你流水的速度 都可以分开控制 那我们这个应用在QOS 就是Quality of Service的control 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根据这个 Hyper Scaler的Feedback 做了一张图表 大家都知道说 我一个硬碟 闪存硬碟 那有不同的 这个container 那这个container互相要怎么不影响 这是我们这个Hardware-based patented engine的效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成果 这个我们在外面有demo 大家欢迎到C6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demo 你看左边是没有加上Promershaping的写或读 那写或读它的Io的Consistency 可能只到62%或是70几% 加上我们这个engine可以到达95%左右 那大家可以想到说我大家有同样的Service 不同的container 那别人在用大家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忽然间你的Promershaping 会是上上下下 这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是我们产品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Differentiation 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重要性 Promershaping的功耗效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热管理刚刚大家提到很多 那我们这边左边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很多个不同的这个detail的这个 这个RD的implementation 那基本的有这些这个Gate的control等等 但是我们讲一下就是在QS刚讲到的 Promershaping等等 对这个功耗的效率的控制都有很大的 这个重要的这个implement 数据安全刚提到四个大项 那数据安全是必要的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在implementation这边 我们所有的欧美的security的support 然后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黄色这边 我们也特别IC改版加了我们的国密 SM234 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客户 如果有各方面性能安全 所有东西要能够都有的function 那我们的8366 所有的选项都可以符合 OK 这边提一下 我讲的有一点快 快讲完了 这个待会留个五分钟 刚迟到了 那Mount Titan 我们这个solution 一样就是它里面的这些function 有很多的硬体加速 那我们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多元化 就是说像AI里面我整个pipeline 有需要不同的re-write 循序随机等等 我们怎么用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最优化的性能 那again QLC是一个重点 QLC怎么让它做到非常好呢 FDP GNS 这个implementation很重要 那最重要是右边 第三个选项 performer shaping 没有这个shipping 你的不同的毒或血会互相干扰 你的pomus会在那边摇动 非常不稳定 那这个我想 这个是我们 我们的device可以提供的好处 那总结 提到了刚刚AI四大功能 那我们的solution 不管在大容量存储 提到 这个容量存储怎么样 又QLC加上不同的配套的硬体加速 FDP GNS等等 达到最好的好处 非常重要 那数据效率刚提到了 怎么样你的数据能够最有效应用 耐久性最高等等 那我们的这个pomus shipping 等等QLC加在里面 把整个速率效率提高 非常重要 那security可靠性 这个一样 这个是重点之一 所有的security到了 刚提到我们从云端到AI的 所谓的Edge AI Server 那Edge AI Server 最主要想要解决的就是安全问题 你在云端 现在你要做一个推理 有一个inference 做你自己要的东西 那你不希望你在云端这边有 这个不同的可能性 让你的data 或是你的自己的know how 就贡献掉或流失掉 那again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总结 我们的solution里面 针对AI 针对我们内部整个架构师 建构的所有的不同的enhancement 需要必要的function 我们会在Gen5这一代全部实现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demo 同时我们在Gen6也在努力的加强我们的这个开发中 那今天刚迟到了 不好意思 感谢各位 谢谢